印度近期再次突袭中国企业 这一次遭殃的是Vivo印度公司 12月23日 据路透社报道 印度执法机构突然逮捕了Vivo印度公司的两名高级管理人员 印度执法局表示 Vivo印度分公司涉嫌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空壳公司 非法向境外转移了637亿元人民币的资金 以此来逃避在印度的税收责任 这一数额令人震惊 占据了Vivo在印度历年总营业额1250亿人民币的一半左右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逮捕了 两个月前 印度执法部门就抓了该公司四名高管 其中还包括一名中国公民 罪名是什么?洗钱! 真的是洗钱吗? 路透社也忍不住说了一个大背景 在2020年发生致命的边境冲突后 印度加强了对中国企业和投资的审查 反正对于中国企业 洗钱就是一个筐 什么都能往里面装 你不赚钱还行 你赚钱了还想把钱从印度拿走 没那么简单 此前 印度执法机构就以逃税 做假账以及违反外汇管理法为由 突击搜查小米印度公司 冻结了小米48亿元人民币资金 这相当于小米去年净利润的57% Vivo的遭遇更惨 不仅一些钱被冻结 而且人还被抓了 被抓的有中国公民 也有印度级高管 对于印度最新的抓人举措 看路透社的报道 Vivo发言人感到震惊 发誓进行法律挑战 这名发言人说得很明确 我们对印度当局目前的行动深感震惊 最近的逮捕表明骚扰仍在继续 因此 在更广泛的行业格局中 引发了不确定环境 我们坚决使用所有法律途径 来解决和挑战这些指控 不得不说印度人真有一套 1.印度下手有一套 扣押小米的资金抓Vivo的高管 收拾起人来 印度确实很有一套 不久前 印度经济时报还报道 除了对中国企业进行调查外 印度政府还要求小米 Oppo Realme和Vivo等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 任命印度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 首席运营官 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技术官等关键职位 以后 你们是中国企业 但是 我们印度人来管 还有 手机我们搞不过你 但你们在印度赚的钱 别想着拿走 洗钱对名 了解下 2.印度更有小九九 英国经济学人今年有一篇文章 是这样说的 印度政府在运用多种工具 使中国企业在印度的生存 变得困难或不可能 其中一个是完全禁止中国产品 这常常以与国家安全有关为由 关税是另一种流行策略 2018年为了扭转印度手机组装 掌握在中国竞争对手手中的局面 印度政府对进口设备 征收20%的关税 有时 印度政府会避免采取禁令和关税之类的官方行动 转而采取更微妙的行动 一个常见的做法是引入摩擦 印度的繁文乳节使官员很容易对不喜欢的企业造叉 请注意 这都是经济学人说的 不是小编说的 跨国企业的坟场这一称号 印度带起来 可真不冤 仅仅七年间就有将近2783家外企丧命印度 最近 印度在坑了小米一把后 又将手伸向了比亚迪 今年8月 印度批准通过了一项庞大的电动汽车计划 总额达5800亿卢布 根据这一计划 未来十年内 印度将在169个城市推广1万辆电动巴士 并同时建设相关基础设施 印度之所以愿意在电动车计划上 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 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 全球气候问题日益严重 作为人口众多和碳排放大国的印度 迫切需要响应联合国的节能减排要求 履行承诺保护气候的脱碳承诺 其次 随着国际能源格局的不断优化 以及电动汽车技术的日益成熟 电动汽车正逐步成为 全球新能源浪潮的主要力量 多个国家 包括美国 中国 欧洲等 已经将市场发展方向对准了电动汽车 而印度作为全球第五大汽车市场 自然不愿在这场时代浪潮中滞后 但这一万辆电动车从何而来呢 靠印度自己生产 以目前的电动车技术和新能源发展来看 显然是做不到的 因此 唯一的办法就是花钱去买 而有能力在短时间内高质量完成订单的 数来数去就只有中期了 今年上半年在经过了公开招标之后 印度选中了我国的比亚迪公司 愿意花费20亿元人民币 从比亚迪采购1000辆电动公交车 对于送上门来的生意 比亚迪自然是欢迎的 毕竟完成这笔订单 说不定还能推动比亚迪占领印度市场 要知道 印度国内的电车市场潜力巨大 官方数据显示 截止到今年5月份 印度国内仅有4506辆电动大巴 占全国大巴总数的1.25% 一个想买 一个想卖 双方自然是一拍即合 很快就展开了谈判 但就在交易即将达成的最后阶段 印度和比亚迪却突然谈崩了 原因在于印度提出了一个条件 他们希望可以在预付10%定金的基础上 让比亚迪公司先把订购的1000辆电动车交给他们 等印度拿到货之后 再把剩余的尾款全部结清 这种做法在国际贸易中是比较常见的 目的是为了降低双方的交易风险 但是交易对象换成了印度 中企显然不敢冒这个险 毕竟印度作为外企坟场 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可是手到擒来 俄罗斯之前就在其身上吃过一次大亏 印度和俄罗斯在能源合作方面 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即便是在乌克兰冲突之后 两国的合作也没有受到影响 数据显示 截止到今年9月 印度进口俄罗斯的石油以及相关产品 价格达到了300亿美元以上 可以说如今印度最大的能源供应国 非俄方莫属 对于印度来说 这无疑是一场稳赚不赔的买卖 但对于俄方来说 这场交易做的就有点憋屈了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印度结账时 并没有使用俄罗斯的卢布或是美元 而是自家的印度卢比 而问题就在这里 目前印度卢比在国际上的使用率相当有限 全球范围内减占2%的份额 这也意味着俄罗斯手中持有的卢比 无法轻松兑换成其他货币以进行提现 而且其在印度也没有什么能大量购买的东西 俄方曾表示 目前俄方手里已经积攒了数十亿卢比 但全都没法花出来 此前俄方曾提出希望印度回收这些卢比 改用卢布或美元等货币支付 但被印度果断拒绝 对于如今的俄罗斯来说 这数十亿卢比显然就形同废纸一般 而且这还不算什么 印度算准了俄罗斯卢比没处花 于是就提议俄方将这笔钱投资给印度 帮他们修建基础设施 印方此举显然是想让俄方 把手里的卢比原方不动地退回来 还美其名曰 此举是为了防止卢比外流导致银行业担忧 值得一提的是 印度已经不是第一次设下这种类似流氓的贸易陷阱了 许多国家的公司包括阿联酋在内 在印度开展业务时都经常要遭遇印度赚的钱 只能在印度花的尴尬境地 更何况此前中企小米公司在印度已经吃过一次大亏了 比亚迪没有理由再吃第二次 因此果断拒绝了印度的要求 而在中企这里碰壁之后 印度又立即调转方向瞄准了美国 日前 印度宣布正式启动5万辆电动巴士计划 根据该计划内容 预计在2027年 印度会成功实现5万辆电动巴士上路的目标 一方声称此计划受到了美国的高度赞赏和大力支持 还表示美国将发动私人公司以及政府为印度进行捐款 对于美国来说 印度是其印太攻略中的重要一环 美方自然是要意思意思的 但美国精英的商人本质 意味着他们不会做赔本的买卖 因此不少人猜测 美国虽然会给印度打折扣 但后续的维修费用和设备肯定会定价高昂 毕竟电动车没有后续维护的话 很快就会报废 但对于印度来说 钱是一分 不会多花的 这也意味着印度赖账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强 到时候被坑了 美国也是自讨苦吃 波德布说 拒绝印度 比亚迪真实做了一个正确决定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